在布魯塞爾機場同一個地鐵站發生致命的爆炸襲擊後,布魯塞爾所有地鐵站已經關閉 據比利時通訊社說,在機場後機大廳發生的兩宗爆炸之前 有人開槍並用阿拉伯語叫喊,爆炸震碎後機室的玻璃 一個小時後,靠近歐盟總部大樓的馬爾貝克地鐵站發生爆炸,導致幾個人受傷 歐盟的全體員工已經被告知要留在辦公室或留在家裡 在目前布魯塞爾混亂的情況下,有關這三宗爆炸死亡人數的報道亦各不相同 比利時弗拉芒公共廣播電台的報道說,在機場後機室發生的兩宗爆炸最少導致13人死亡,35人受傷 而布魯塞爾公共交通系統說,在馬爾貝克地鐵站的爆炸後有15人死亡,55人受傷 機場所有進出航班已經被取消,布魯塞爾整個地鐵系統也宣布關閉 比利時當局將國家的恐怖襲擊威脅警界級別調高至最高 法蘭克福、倫敦、巴黎和荷蘭當局已經提升機場的保安措施,回應布魯塞爾的爆炸事件 在星期二發生連環爆炸前幾天,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的主要疑犯 薩拉赫阿布德斯拉姆被比利時警方拘捕 在去年11月發生的巴黎襲擊事件,導致130人上生,超過300人受傷 兩千萬多刻,為了家遇到 兩千萬多